男人吃醋的样子好有趣啊 想不想看看沈天吃醋 好主意 顺天 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同事 我帮领他在商场逛了逛 很高兴认识你 怎么没吃醋啊 顺天 今天加班太晚了 是他送我回来的 谢谢你啊 正好我不用下楼了 还不吃醋 小雨送你来 谢谢你 顺天你看他送我的礼物怎么样 好看吗 真太好看了 兄弟 你的眼光很好啊 这样你都不吃醋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啊 原来你是故意骗我 你别转移话题 你为什么不吃醋 我吃醋了 还狡辩 你一不生气 二不跟我吵架 哪里吃醋了 不信我给你看 你的手怎么变这么小了 这就是我们科尔辛狼人 吃醋后的独特反应 身体的一部分就会变小 如果吃醋严重的话 就会变成小孩子 小孩子 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 你对我宁喃的情话 很动听 可可不浪天干可可不 好可爱呀 哈哈哈哈 天干